同学们大家好,欢迎来到Math学院 那么在本节课当中呢,我们继续安卓存储的实现 那么在本节课当中呢,我们来讲解一下在安卓存储当中经常会使用到的CircleLite数据库 那么CircleLite数据库是什么呢? 我们把这个CircleLite数据库的一些特征呢,先给大家来代入一下 我们经常在操作的过程当中呢,需要保存一些数据 但是如果只是使用我们Cell的Perferences以及外部存储内部存储的话 大家可以想一下,你比如我们用户偏好 只是存储一些简单的配置信息,是以建制对形式进行保存的 而外部存储当中呢,我们是保存在SD卡当中的 那如果我们想要保存一些关系型的数据 你比如,如果我们要保存一条一条的用户信息的话 我们操作数据库可能会更好一点 所以在安卓当中提供了咱们这种叫做CircleLite数据库 那么这种CircleLite数据库有哪些特征呢 大家可以对比一下MyCircle数据库 在我们CircleLite数据库当中,它同样支持增山查改 但是呢,它针对一些常用数据库还有一些不同点 首先我们来说一下CircleLite数据库的一些特征 首先我们把CircleLite数据库呢,会称之为 小型的嵌入式关系型 针对这句话呢,我来解释一下 说它小型呢,是把它和一些大型数据库 你比如我们的MyCircle数据库或者Oracle数据库做一些对比的 那它作为一种嵌入式数据库的一种呈现呢 又体现在哪里呢 它是在我们文件系统当中直接存在 就是依赖于文件系统可以直接获取该数据库对象 你比如我们在操作web工程当中 有操作过这个MyCircle数据库 如果想使用到MyCircle的时候 我们还需要安装包 然后依次进行安装,分布安装 安装完了之后还可以设定我们的一些用户密码 这样的数据库呢 我们把它称之为关系型数据库 一种大型的体现 比如我们MyCircle以及Oracle 但是我们的CircleLite数据库呢 它是依赖于文件系统结构的 也就是说我们不需要去安装 在我们文件当中直接就有我们数据库的一种获取方式 然后关系用数据库呢 也就是说我们保存的都是表一表之间是存在一些关系的 好,那么我们舍到这儿之后啊 我们还有一个特征 需要给大家来代入一下 就是它没有用户账户的概念 像我们的MyCircle数据库 你在操作的时候你可以指定用户名指定密码 比如我们经常会使用到root作为用户名 然后自己去设定密码 但是在我们CircleLite数据库当中呢 它是不存在用户的概念 同样呢在我们CircleLite数据库 还有一个区别于其他数据库的最显著特征 就是在数据库当中表中的字段可以不定义字段类型 那么这一点呢我们就要给大家来聊一聊了 你比如我们创建一个表里面包装着我们那个name字段 那么我们可能会把这个name完成字段类型 但是在我们CircleLite数据库当中呢 是可以不去定义我们每一个字段的数据类型 你在使用的时候直接对它进行复制 就类似于我们JavaScript语言那种VR类型 人区指定一样 但是呢为了程序员之间进行交互 或者说是便于数据库的移植 就是一般在指定字段的时候 需要指定该字段的类型 这一点呢也比较好理解 你比如我们的CircleLite数据库 如果我们要创建那个表里面没有指定类型的话 那么我们把这个CircleLite数据库 转除一下Circle文件 我们把这个文件提交给MyCircle数据库 再去运行的时候呢 其实它是报错的 因为在我们的MyCircle数据库当中呢 它是标准的指定我们字段类型 你如果没有字段类型 它是没有办法运行你这个Circle的 所以呢如果我们开发人员之间进行交互 你比如我们有了MyCircle数据库 你呢没有指定类型 但是你要想提交给我们服务器一段的人员 别人再去运行的时候是有问题的 所以便于交互的情况下呢 我们一般也会指定咱们这个数据库的一个字段类型 好这是我们CircleLite数据库的一个特征 那么基于这个特征呢 我们看一下在应用程序当中 我们怎么去使用这个CircleLite数据库 那么大家可以看一下啊 我们在这个工程当中呢 我有一个包 创建了一个UTO包 然后在这个包当中呢 我们去创建一个类 你比如我们叫做MyOpenHeper 创建完这个类之后呢 我们来看一下啊 这个类呢我们是操作 数据库的公共类 也就是说我们在这个UTO包当中 我呢创建一个类 专门用于操作数据库对象 但是呢在安卓当中 如果想要去使用数据库的话 系统规定了 我们需要继承一个类 一个叫做CircleLite OpenHeper 那么咱们来看一下CircleLite OpenHeper 在系统当中给我们定义的叫做 一个帮助类 ToManager 来管理我们数据库对象的创建 以及版本的管理 也就是说我们在这里面 可以实现数据库的创建 以及版本的更新 好 大家在我们这个类继承之后呢 它是有一些提示 这里面需要实现两个方法 分别叫做UnCreate 以及UnUpgrade 顾名思义UnCreate方法呢 它又被称之为 数据库创建的时候 执行的方法 那下面这个UnUpgrade呢 UnUpgrade顾名思义 是更新升级的意思 所以我们把它叫做 数据库升级执行的方法 那我们把这两个方法调出来之后呢 大家可以发现这里面 还是有一个凑物提示 我们再来看一下 它需要我们创建一个 构造器对象 来匹配我们 Fullet的一个构造函数 那我们点击创建一下 大家可以看到 这个OpenHeper当中呢 其实是存在着 一系列的参数的 那这些参数是什么意思呢 我们进入到 CircleLite的OpenHeper当中 咱们来看一下 它的一个构造函数 如果我们调用的是 一个Fullet的构造函数 你比如我们使用Contact对象 使用类型的Name 以及CasterFactory Intel类型的抹顺的时候 它其实是给我们 有些参数定义的 你比如Contact 它是用来打开 或者是创建一个 数据库对象 使用的一个上下文 好 上下文我们还可以确定 那第二个Name呢 它告诉我们的是 Name of database field 也就是说是 我们数据库的一个名称 如果是空的话 就是使用我们的一个 InMemory 内部的一个存储的 数据库对象 同样第三个Factory 用来创建游标对象的 一个工厂对象 同样系统告诉我们 如果你使用空的话 其实是Moyen Moyen就是使用为空 Vertion就是Name of database 就是我们当前数据库的一个版本号 当然这个版本 它告诉我们是从一版本而来的 好 回到我们MyHacker当中 如果我们想去创建一个数据库 在一个应用工程当中 一般来说我们这个数据库 只有可能是有一个 并且我们这个CasterFactory呢 它也经常会使用到空 版本号呢 我们经常会直接指定 所以在我们这种构造方法调用的时候呢 为了保证我们外部调用比较清楚 一般来说呢 我们会把一些传用的值呢 就不用再指定 而是在我们下一方呢 直接写出 比如我们叫做Message.db 同样 Factory呢 我们指定为空 作为默认 直接填充 Warshan版本呢 我们也先指定一个 一般本 让大家这个E 可以使用长量子进行替代 那这两个方法 一个叫做onCreate 一个叫做onUpgrade 它又是什么意思呢 首先我们看一下这个onCreate 大家看一下它的一个解释是什么意思啊 咱们这个onCreate的方法 系统告诉我们是调用的时候 如果是在咱们当前这个数据对象创建 并且是第一次创建的时候 这个方法就会被调用 我们把这个里面呢 给大家加一个log 那么给大家打了这样一个log呢 我们同样把这个log函数呢 也给它提交到下方 我们把它称之为onUpgrade 对于这个函数怎么帮我们创建一个数据对象 肯定要执行我们myhyper的一个购道函数 那么针对这个购道函数的执行呢 我们还是在我们右方 在这个YouTube包当中呢 我去创建一个 这个文件类 比如我们就叫做messageDL 我们把它当作一个公共类 用来保存我们当前这个数据部操作的一些实力方法 只不过在这里面呢 我们直接把它放在了YouTube包当中 你比如这里面有可能会封装了我们增删查改的方法 我们把它的构造方法给它拿出来 我们在这个方法当中去辅助创建我们刚刚拿到的这个myopenhyper这个对象 所以呢我们在这里面来一个myopenhyper 比如我们拥有一个myopenhyper 比如我们拥有一个myopenhyper 那么上面这里面就需要传用一个上下文 但是我们现在又没有上下文 所以我在这个DL当中呢 我们也把它当作如果谁调用我的上下文对象 我们就把它给传进来 所以我在这里面也写一个参数 那这里面呢我们就可以封装进我们这个contact对象 好这里面就是创建circleliteopenhyper 公共类对象 那么有了这个对象之后呢 我们可以调用这个myopenhyper 比如我们调用getreadabledatabase 那这里面可以有一个getreadabledatabase 以及getreadabledatabase 大家针对这两个方法 我们不要想当然的认为 这个getreadabledatabase呢 它是获取到一个可读的数据库 而getreadabledatabase呢 就是一个获取到可写入的数据库 这个是不对的 我们getreadabledatabase呢 也是先以读写的形式 去获取一个数据对象 但是如果我们当前数据库的磁盘空间 如果满了的情况下 它就会以止读的方式再次尝试打开 但是我们getreadabledatabase呢 只是以读写的形式进行打开 当磁盘满了时候它就会报错 所以我们一般会在这里面 使用getreadabledatabase 那我们给它定义一个返回值 咱们就叫做DB对象 然后我们把这个DB对象呢 提取到外界 那么接下来所有的内容呢 都有可能使用到我们这个 serverlightDB 然后呢我们在这里面进行封装 其实这种形式呢 就是获取可以操作的数据库对象 那么有了这个数据库对象之后呢 接下来我们就可以直接去操作我们数据库里面的一些内容 当然这个MessageDAO呢 如果它想要去调用呢 我们还需要对应的一个类 所以呢我们在这个公共类当中呢 我来创建一个class 比如我们把它叫做CircleLite acted 咱们把这个内容呢 就给它称之为 操作数据库的页面 当然我们后续呢会设计案例去呈现它 比如我们先把它的一个EU逻辑呢给拿到 然后我们让它切成字activity 从写里面的oncreate set content view 比如我们写一个布局 咱们就叫做activity-circleLite 那么这个文件当中呢 我们先给它来创建一下 比如我们在这里面右键 null一个场面 那么跟节点呢 我们还是选中linear layout 然后点击finish 这布局呢比较简单 我在这个布局当中呢 我只是先去呈现出来 所以呢我就直接 那使用到一个testview 这个呈现内容 你比如咱们就是 呈现circleLite 数据库 然后这个ID呢 我们把它叫做 circleLite-tv 那这样的话 我们把这个文件关联住 我们这个circleLite-tv 并且我们把它注册在manifest当中 那么大家可以看一下 我们在这里面已经设计好了 给它作为一个首先启动的 好 这样的话 大家来看一下 我们在circleLite-tv当中 如果声明出来了 我们刚刚写的这个message-do 完事之后呢 我们在uncreate的方法当中 如果对这个message-do 进行一个new操作 这里面填双向文的时候 我们可以直接使用this 表示我们当前activity的双向文 那么这样的话 它就会连续调用我们当前这个message-do的勾导函数 那么在这勾导函数当中呢 我们又去获取到一个可读写的数据库对象 然后当它执行可读写的数据库对象的时候呢 大家它其实就来到了我们这里面的manifest当中 去创建一个数据库对象为message的一个db文件 并且当前的数据库版本为1 那么咱们来看一下这两个方法 是不是可以执行到 好 我们把这个应用程序呢 来运行一下 那么OK 大家可以看到我们当前页面呢 已经呈现了 那么我们来到ddms当中 大家可以看一下啊 在我们ddms当中 当前这个应用程序呢 已经被启动起来 然后我们来到data data 看一下内部数据 我们找到con.math学院.test的start 大家可以发现这个路径当中呢 突然就多了一个databases 一个文件夹 我们打开这个文件夹 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里面是有一个message db的一个数据库对象 我们这个数据库对象呢 就是我们创建的这个数据库对象 同样呢 在log当中 大家可以看一下 uncreate的方法是不是已经被执行了 我这里面有个过滤标签 该方法在数据库对象存在的情况下呢 它不会再去执行出来 所以如果大家要重新创建数据库对象的话 uncreate的方法重新执行 你可以把这个数据库对象重新干掉 当然也可以在我们unupgrade的方法当中进行控制 那么大家可以看一下啊 其实我们这个数据对象的这个unupgrade的方法呢 并没有执行出来 那怎么样让这个unupgrade的方法执行呢 首先比较简单的方法 我们可以改变一下这个版本号 如果这个版本为2的情况下 那么这样的话就有可能对我们数据库做一些升级操作 你比如在升级当中 我们有可能会插入一些字段 或者说我们添加一些新的表结构 这些都是被允许的 我们在数据库创建的时候呢 一般也会连带的创建一些表结构 所以呢 下集课当中的内容呢 就会教着大家怎么去操作我们的一个数据库对象 同时呢 今天也给大家带入一个新的软件 这里面有一个CircleLite Export 它可以被称之为我们CircleLite数据库的一个可视化界面 大家把这个应用程序安装一下 你比如我们简单的来安装一下 OK 那我们点击完成 大家在这里面其实就有我们CircleLite Export 来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个就是我们打开之后的CircleLite Export界面 下一次呢 大家如果想去看到数据库 你比如我们这个MessageDB 我们可以把它导出 比如导出到我们桌面当中 来到我们CircleLite Export当中 我们导入数据库 比如我们可以选中桌面 选择我们当天数据库对象进行导入 当然这里面我们现在还没有创建任何表结构 后续当我们创建表结构直接关联 大家就可以很清楚的看到 我们数据库当中的一些信息 以及他们所存储的一些资料 OK 本节课呢 我们就给大家讲解到这里 那么给大家留了一个小点的练习 这个练习呢是因为我们本期课当中并没有很多的代码操作 首先第一个我们大家掌握CircleLite的数据库的特征 你比如我们在刚开始的时候给大家总结的CircleLite数据库都有哪些特征呢 这些特征呢对于大家在去回答的时候呢 那对于大家在去做面试的时候呢一定要能说得出来 你比如他跟一些常用的关系数据库的一些对比 同样第二点大家要学会 使用咱们这种MAC的一种模式 MAC模式来实现数据库的操作 比如我们当前使用ModelViewController Model我们去设置数据模型 View呢我们去设置视图 Controller呢我们定一些控制器 我们使用MAC模式来实现数据库的一些操作 而不是在我们CircleLite的Activity当中 你比如我去写出来咱们关于数据库的一些实现 这样的话我们可以让这种奥合性变得比较低一点 那么本节课呢咱们就讲到这里 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安卓存储实现本号课程 ModelViewController